哎呀一直到现在了 以色列方面也没有正式确认 阿玛斯仅剩的伟大领袖 新瓦尔到底死没死 老王这猜测啊 要么呢是新瓦尔啊 藏的地道太深 埋的太深了 直到现在没挖出来 要么呢就是新瓦尔被炸的太碎了 直到现在也没拼完 你看之前以色列炸死 另外一位最高领袖代夫的时候 那不就是7月13号炸死的人 一直到8月2号才正式公布确认 那不就是在拼吗 咱们想当然的琢磨一下 这拼一个人呢 可比拼什么3D的拼图要难多了 是吧 所以咱们就静候佳音给以色列方面 留更多的挖人或者拼人的时间 这个好消息肯定会传来 但是尽管没有等到新瓦尔被炸死的好消息 也等到了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盟理事会上 沉痛悼念被以色列斩杀的黎巴嫩 真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福聪同志 严厉谨调调以色列在黎巴嫩实施的通讯器爆炸袭击 是一起闻所未闻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袭击之后 又有一个国家公开的站在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背后 猜到是谁了吗 伊朗叙利亚不是 俄罗斯北朝鲜也不是 是美国 看这里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拜登政府已经向以色列发出了严厉警告 敦促该国不要对黎巴嫩真主党 做出最高级别的军事回应 美方担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全面战争 可能将美国卷入一场更广泛的冲突 那么今天咱们老王也立个小牌坊 咱们就事论事 老王今天都不提俄文问题 就从在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越境在以色列边境城市搞恐怖主义袭击 这场恐怖主义袭击在以色列境内 当天当时就造成了超过1400名以色列平民和外国游客 被烧死 被分尸 被奸杀 被虐杀 同时还有200到400名以色列平民和外国游客 遭到了哈马斯组织的绑架 截止到目前只找到了100多具被绑架的人质尸体 仍有超过50名人质 下落不明 生死不明 所以在这场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袭击发生之后 以色列宣布向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组织展开报复的那一刻 美国总统拜登致电内塔尼亚胡 以禁售和禁运美国的军事装备为要挟 逼迫以色列放弃对巴勒斯坦地区实施报复性军事行动 以及要求以色列同意哈马斯的条件 支付赎金 释放恐怖分子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次以色列和哈马斯进行会谈之后 以色列用大量的美元现金和监狱里面关押的重刑犯恐怖分子 来交换被哈马斯组织绑架的人质的那个场面 当时老王还录了视频 这种事如果发生了之后 那以后以色列永无宁日 那哈马斯缺钱了 帮俩肉票来钱啊 哈马斯的恐怖分子被抓了 再帮俩平民换回来呀 是吧 只要哈马斯有点什么诉求 有点什么愿望 许完愿 吹完蜡烛之后 帮俩以色列人呢 然后呢 愿望就达成了 这不就是让以色列永无宁日吗 是吧 再之后呢 因为哈马斯实在太过于猖狂 不断的提高交换人质的筹码 同时又不断的向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射火电弹 于是乎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第一次的公开批评美国政府 宣称即使遭遇到美国的制裁和美国的武器禁运 也要为以色列人民报仇血恨 所以这一场针对巴勒斯坦地区哈马斯组织的军事行动 才算是正式上演 说到这的时候 都他娘的距离暴恐袭击一个多月了 是吧 再之后呢 当以色列炸掉了隐藏在加沙地区一所医院下方地道里的 哈马斯的一个弹药库军火库的时候 拜登又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以色列 同时又掏出武器禁运 来威胁 逼迫以色列去参与卡塔尔会谈 跟哈马斯领导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再之后 当以色列把隐藏在联合国近东工程处下面地道里的哈马斯组织的总部给挖出来 同时又活捉了数十名在联合国近东工程处工作的 并且参与了对以色列这场暴恐袭击的哈马斯的故干成员 在这个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同志第四回要求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军停火 回到谈判桌上 向哈马斯提出的条件做出让步和妥协以换取所谓的地区和平 在之后 那就是以色列要进军拉法的时候 大家都有印象吧 这边刚说要进军拉法 美国的反应什么样 不还是掏出武器禁运制裁 逼迫以色列部队 或者叫严厉警告以色列赶进军拉法 我这边就制裁你 我就不再跟你合作了 我就不再卖你武器了 还记得这事发生之后 以色列方面的反应吗 内塔尼亚湖直接飞到了美国 越过了拜登这些政府所有的官员 直接就站到了国会的讲台上 发出了十几段的天问 老王还跟大家分享过 大家也可以去搜原文 问问你们为什么 只要求以色列和平 以色列撤军 以色列停火 为什么你们不去要求 哈马斯 真主党 胡塞武装和伊朗 停火 和平 放下武器和撤军 是吧 你怎么回答 那么再之后 就是内塔尼亚湖 结束了国会演讲 得到了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之后 才去拜会了拜登和川普 内塔尼亚湖返回以色列 之后 哎 整个以色列咱们看到的就和解除封印了一样 突然就无所顾忌了 你看 7月30日晚上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斩杀了真主党军方的司令官二号人物哈吉姆三 7月31日凌晨又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炸死了哈马斯政治局的伟大领袖哈尼亚 再之后8月1日又用无人机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格投下了一颗钻地弹 直接就炸死了伊朗革命卫队空天军的总司令叫阿米阿里哈吉扎德 8月2日又宣布了在7月13日就已经斩杀了哈马斯政治局的另一位伟大领袖 莫哈默德代夫统治也就是前面跟大伙提到的 你看7月13日把人就炸死了 要么就是从土里往外挖挖了一个月地道太深了 要么的炸的太碎了是吧 比3D拼图还碎 把这点东西拿回去得慢慢拼 一拼就拼了一个月 所以7月13号炸死了代夫 8月2号才正式的向全世界公布 我们已经确认了 你看看拼好了 拼的特别完整 这就是代夫统治 但是尽管我们在这段时间是最开心的 老王天天跟大家汇报喜讯 以色列这个让领导先走的战术 真他娘的好 老王绝对支持 谁敢发动战争就他娘的先炸死谁 管你是什么国家元首 还是2号人物3号人物军委主席呢 是吧 一个不惯着 这帮玩意全死光了 那老百姓就欢呼吧 战争结束了 我给战争跟老百姓没关系了 是吧 但是美国方面呢 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这一连串的斩首 越境斩首 发表的看法是啥来着 还记得吧 谴责以色列的斩首行动 因为拜登认为不但会很容易导致局势的升级 也无异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再之后呢 就是最近咱们已经开心了好多天的呀 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BB机爆炸袭击啊 通讯器爆炸袭击啊 指纹识别器 反正啥他娘的都能爆炸 是吧 那么这场袭击真的是取得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果 而且呢 也是达到或者咱们说实现了连带伤亡最小的一次袭击 被炸的这些人连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拜登政府这又开始严厉警告以色列 所以说到这儿 老王就真的想问一下 亲爱的拜登总统 你们为啥不能对哈马斯组织严厉一点 要求哈马斯组织释放人质 放下武器 再也不搞恐怖主义袭击了 或者为啥不对黎巴嫩真主党严厉一点呢 让黎巴嫩真主党再也不向以色列北部城市 扔炸弹扔导弹发射火箭弹了 是吗 说到这儿 尽管前面再说了 不提乌克兰 但是讲到这儿了吗 也得提一嘴啊 拜登总统 为啥不能对俄罗斯也严厉一点呢 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志 停火 撤军 恢复和平 是吧 甚至咱退一万步讲 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老王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算前边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 咱就说让美国政府给予俄罗斯和乌克兰同等的待遇同样的限制 行不行啊 也对俄罗斯严厉一点要求俄罗斯不允许使用含有美国配件美国技术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外的目标 这很公平了吧 不然呢 以色列被恐怖组织袭击只能防御 不能报复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也只能防御 抱头蹲枪脚 反抗就不行 还手就是不对 就是护殴 这他娘的是哪门子的道理 各位观众朋友 谁能给我解释解释 这是什么道理 老王是真的想不明白 想不通了 我只能想起一句老话 面对暴行保持沉默的人 实际上就是占到了施暴者一方 就形同于罪恶的帮凶 那么从这个逻辑再讲呢 如今的美国这届政府 在乌克兰问题和以色列问题上 就是占到了施暴者一方 占到了罪恶一方 就是俄罗斯侵略者的帮凶 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帮凶 怎么说 有毛病吗 是不是没啥毛病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愤 公主义的帮凶 文明观影 严禁喧哗 这个 有毛病 二 cutest 还是 多答案 你 来